欢迎收看60分钟 我是方彦迪 近一个世纪以来 全球科学家致力于改善人类生活 或发表足以影响未来的研究新知 有感于全球化的进展 人类在享受文明与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面临气候变迁 新传染疫病 贫富差距等等种种考验 为了鼓励专业人才 投入探索21世纪人类所需要的智慧 国内知名企业家尹远良 在2012年成立糖奖 设置永续发展 升级医药 汉学及法治四大奖项 临选出对世界有贡献及影响力的得主 并提供长期高额奖金 希望补足诺贝尔奖未能兼具的领域 如今糖奖走过十年 如何一步一脚印重新创设奖 跃升为国际专业人士 都认同的世界学术大奖 跟着60分钟的镜头 一块来了解糖奖的过去 现在与下一个十年的发展愿景 序曲的月声响起 揭开糖奖序目 2012年润态集团总裁尹远良成立糖奖 设置永续发展 生计医药 汉学及法治奖 每两年由专业独立的评选委员会 临选出对世界有贡献及影响力的得主 并提供长期高额奖金 希望打造东方诺贝尔奖 我希望他奖能用诺贝尔精神 对社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让这个世界能够更进步 更和平 然而人类健康能够更好 更健康 更长远 然后整个世界的发展更顺利更快 所以他是有实力的目的的 糖奖设置的初衷 希望延续诺贝尔奖的精神 并补足诺贝尔奖未能兼集的领域 四大奖项都有明确宗旨 其中永续发展奖 旨在表彰经由科学与技术创新 对人类永续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者 我们永续讲要颁发给 对于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 有非凡的贡献的 个人或者团体 尤其是如果这些贡献呢 是透过科学与技术的创新来达成的 这是我们的常讲中去讲的 宗旨的基础 而生技医药奖则是表扬具原创性的 生物医学及药物研发科学研究 对于重要疾病的预防 诊断及治疗有明确的影响 以生技医药解决人类疾病的问题 有助于增进人类健康 生技医药的这个领域它的重要性 因为主要它是关注到人民的健康 这是一点它的重要性 那另外一点 我们刚好过去20年来 我们国内也一直在推动生技医药的发展 所以唐奖就有设置生技医药奖来看的话 它具有重要性 还有那个就是实效实践性 在四个奖项中创办人影演良藏了点私心 最想办的汉学奖一直广义的汉学 包括研究中国及其相关学术 如思想历史语言宗教等 希望表彰汉学领域的成就 彰显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 它是很国际化的 包括语言 包括种族 包括很多概念 很多想法 所以汉学不是只有汉人 在谈汉人的 文旧或者汉人的文史 而谈的是全世界的变化 而崔升唐奖法治奖背后的关键人物 我是唐奖教育基金会董事陈长文 我说要不要考虑加一个法治奖 法治就是法律的法 三点水的治 从法治到法治这是什么意义 我觉得跟他讨论了一下 听完了以后 我说如果多加这一个法治奖 你觉得如何 演良的回答我倒是有一点点不惊讶 但是我很喜欢 他就说长文太好了 他说如果没有法治 以上的三个奖 其实都没有办法成功的 唐奖法治奖的精神 基于人生而平等的信念 希望奖助对法治理念或实践 有创新进而对法治实现贡献卓著者 那设定这四个奖项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补诺贝尔奖项的不足 而不是要跟诺贝尔奖 有什么竞争的一个关系 而是一个补不足的关系 因为诺贝尔奖已经一百年前了 这一百年来呢 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各种各类的变化 环境的变化 污染的变化 温度上升的变化等等 一百年前比较没有这个环保的议题 那一百年前的诺贝尔有医药奖 但是没有生物科技语制要奖 那另外呢 由于我们是华人 我们是中华民族 所以呢我们汉奖呢 我们有一点点私心 就是发扬中华文化的意思 法治奖呢也是针对世界各国各民族 法治上有重大的贡献 创建有影响力的人 创办人尹远良 借由设立奖项鼓励专业人才 投入探索21世纪人类所需要的智慧 而唐奖之所以以唐为名 源自于尹远良对于唐朝经济政治的推从 他从成立教育基金会时 就决定抛弃个人色彩 以最欣赏的朝代命名 为了呼应唐朝精神 就连唐奖宣布得奖名单的日子 都是参考大唐的开国年 西元618年而定在6月18号 为什么不命名这个元奖 或者是汉奖 要命名唐奖 因为汉朝呢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宗教 单一的一个汉学为主的一个朝代 那元朝呢其实呢侵略性很重 唐朝呢是一个融合性的 宗教上融合性 文化上融合性 民族上融合性 因为它的大的融合跟大的包容啊 促使了一个唐朝一个璀璨的一个圣史 所以我们就用唐奖来作为这个基金会的 基金会的这个名字 我并没有用我 引士奖金的方式 或者我父亲的名字 引苏田奖学金的方式 这个奖金基金会的方式 而用唐奖 用唐奖的意思呢 说我们全体的华人 我们来面对全世界 回顾唐奖设立之初 即定位为世界级大奖 然而要创建一个国际级的学术奖项 绝非简单的任务 从无到有的过程充满挑战 我觉得开创第一届是最困难的 因为大家不知道唐奖 来自台湾的唐奖 它的定位是什么 那我们的这些得主 通常想了解的问题都说 创办人是谁 然后这个唐奖到底是 后面的财力的背景是怎样 那但是我们这个委托 中央研究院翁启会院长 再加上厉害者 前院长担任召集人 实际上我们就一行我们的目标 把这个评宪委员会架构得 非常的完整 那也很国际化 陈振川是开拓唐奖的 幕后推手之一 统筹唐奖教育基金会 所有的行政作业与宣传计划 为了汲取国际奖项的经验 他还特别带着团队 向世界知名大奖取经 我们也是希望吸取 这些像诺贝尔奖基金会 或者是日本的日本赏 京都赏 这些已经有百年 或者三四十年历史的基金会 看他们怎么做 因为我们的目标 其实都是一致的 就是怎么来奖励鼓励 这些顶尖杰出的人士 然后共同让这个世界更好 我们也做了一个很好的 这方面的互动 有了实际的经验交流 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 唐奖从空间 人力 制度 到预算 费用编列等 所有工作细项逐一建立 慢慢打下基础 怎么去筹筑我们的团队 办公室 所以一步一步往前走 那最后当然就是说 从这个请大家推荐 然后评选 公布 然后接着就是 唐奖周的颁奖典礼的盛事 那其中还包括 我们的奖章证书 要透过国际的评选 那能够一步一步的 去把它整合起来 其实 也算是有一点运气 回想筹备期 最令陈正川印象深刻的 是第一届得奖名单出炉后 光是要通知得奖人 就煞费苦心 那像那个Globalutern也是 他是三任挪威的总理 又在联合国的WHO 还有永续发展的 Commission委员 里面担任最重要的工作 那怎么去联络他 那就是一个协分 所以还好 我们的立案子 前院长他 透过挪威的 他很高阶的朋友 然后跟他认识 然后辗转的告诉他 这个奖的由来跟背景 在他答应了以后 我还亲自回到挪威去 去拜访他 不仅第一届永续发展奖得主 格罗布伦克兰夫人 曾对唐奖抱有迟疑 首届法治奖得主 奥比萨克斯 接获得奖讯息时 还一度以为是诈骗集团 奥比萨克斯 他第一次接到这个电话 他以为是诈骗集团 因为他没有想到 在法治领域有这么大的一个奖 而且他那个时候对台湾是 是他认为是一个 一个有点像海盗国家 但是他到台湾来以后 他就是观察了解 他看到这个台湾的民主开放 老百姓 邪术界等等 这些互动 他都很仔细的 跟邪术界 跟司法界 互动勾谈 所以他最后就改变了 所以他变成他跟他太太 很喜欢到台湾来 如今唐奖已经成立十周年 从新创社奖越升为国际专业人士 都认同的世界学术大奖 我们的堂奖不单单补足了 事实上也成就了全世界所有的人 不管是在我们这四个奖项里头 实际的工作者 还是做研究工作的人 都会觉得这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 因此我觉得原来尹先生 成立这个堂奖的初衷 跟规划应该是实在的 是可行的 堂奖一步一脚印 走过十年 尹远良当初设立奖项的 宏大目标 如今获得各界认同 也奠定堂奖在国际学术圈地位 堂奖的设置也是创办人 尹远良教育梦想的实践 尹远良求学时 个性行为一度偏差 还待过赶化院 但因为遇到好的老师拉拔 才有今日的成就 这也让他认为改变世界 需要从教育着手 因此他慷慨地提供了庞大的经费 并广邀各界专家成立基金会 推动堂奖 前两届的评选工作 委托国内学术最高殿堂中研院办理 第三届开始 在中研院的协助下 堂奖正式成立专业独立的评委会 慢慢打下基础 让堂奖仅用十年 就在国际学术圈赢得崇高的地位 并持续以台湾为基础 向全世界广发英雄帖 一步步往世界级堂奖的目标买进 回想求学时期 因为遇到粮食拉拔 才有今日事业上的成功 润泰集团总裁尹燕良 有感于教育的重要性 以经营企业所获得的资源 设置堂奖 希望为社会带来正面影响 我有这个堂奖的想法 已经约莫二十年了 那这个当中 我也多次跟常文大律师 提到这个意念 最近这一年 常文大力地鼓励我 大力地推动我 我很佩服他 他立刻就说 他甚至我听说 我了解 他已经对外宣布 他百年之后 他的财产百分之九十五 他要捐出来 这句话 他没有当场跟我讲 我们就当作室友这件事情 就显示出来 那堂奖是一定可以做得到 因为他会安排 把堂奖这件事情 不单单制度上要存在 实际上是可行 同时也有足够的资源 去让他继续执行下去 尹燕良不仅事业有成 还胸怀教育大梦 早在设立堂奖以前 他就已经在教育领域长期耕耘 他热心所谓的教育 他在中国大陆 他也做了很多教育的推广的工作 那么里头包括鼓励 比如说新的观念 甚至新的制度的出现 北京大学的管理学院 光华管理学院的成立 他出力非常地多 我的了解 那当然这是其中一个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亲自看到听到的 他其实不单单在北大 他事实上在中国大陆地区 全国都有颁发奖学金的 这种动作 而这些工作呢 事实上应该不是一年两年 就是不间断地在那里 在做这些事情 都不会让别人去晓得 1989年大陆经济才刚起步 外资尚未进场 各大学资源十分困窘 那时还不到40岁的银眼梁 事业还没做大 就成立光华教育基金会 并设置光华奖学金 30年间共有北大清华等 超过16万名的青年学子获奖 接着银眼梁又设置 光华工程科技奖 陆续成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等学术机构 在台湾 他也捐赠研究经费 及医疗设施 给台大清大国卫院 及荣总等学校与机关 他的父亲跟他说 基本上如果有机会 可以帮助别人的话 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部分可以切入 他跟我说 他要想把堂奖这一件事情 当作认真来做的一回事的时候 我不惊讶 我必须说我很支持他 只是在想做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 银眼梁在教育上无私奉献 决定成立堂奖后 他慷慨提供庞大经费支撑 但要打造世界级大奖 并非一蹴可击 他开始广邀各界专家 设立基金会推动堂奖 当他要做这个事情 那我认识他我知道其实他对于教育 对于奉献 贡献这个社会 这是他长期以来在做的事情 已经从1989年 算一算已经到现在三十多年了 他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不管是对中国大陆的 这些学校研究机构 或者是对台湾各大学 或者是国卫研 或者是中央研究院等等 他做了很多的 这方面的贡献 所以他一直想要 要做一个世界级的堂奖 来回馈世界 当尹先生有这样的心 让他长长久久 要去发展这个部分 我觉得就是说也不得不答应 他来负责 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工作 堂奖成立初期 也获得十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翁启慧的支持 有了国内学术最高殿堂的人脉 与国际关系 堂奖的评选工作可谓如虎添翼 比照这个诺贝尔奖的临选方式 就是由 诺贝尔奖是由瑞典国家科学院 来办理这个临选 那医学奖是由卡罗林斯卡的医学院 中研院其实是有我们有院士嘛 那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也相当崇高 所以在这个非常公正客观 而且非常有学术地位的 这个临选委员的评选之下 选出最适当的得奖者 前两届堂奖奖项评选 基金会委托中研院办理 第三届开始 在中研院的协助下 唐奖正式成立 专业独立的评选委员会 邀聘国际著名的专家学者 组成四个评选小组 尤其全美四大院院士 于一生的前许 担任总召集人 没有这样好的委员会的成员 是不容易受到很好的选拔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 请到这些杰出的国际人士来审核 然后我们也是送出很多邀请函 所以因此有很多很好的提名 从这个里面可以来推选 所以可以从金珠选金 因为你有好的候选人 才能够选出好的得奖人 唐奖候选人的推荐才邀请制 由评选委员会寄发邀请函 给有提名资格的个人或机构 推荐候选人 再从中领选出 对世界具贡献与影响力的唐奖得主 这些委员们先个别审查 所有候选人的研究工作的成果 他们的成就 对这些候选人提出来 专业的评估意见 经过详尽的讨论 先选出十多位初步的候选人 然后再进一步的对这些初步候选人 做更详尽的讨论 选出三到五位最后候选人 做更深入的讨论 这样选出来最好的得奖人 然后送到董事会去 请董事会也批准通过 很多到关卡 这个是很不容易到最后 能够被选出来 但是经过很多次的挑选 最后通过因而出是很不简单的 审查过程十分严谨 针对有潜力的得奖者 及他们被推荐的研究内容 各领域评选委员会 都做足了完善的前期研究 唐奖他整个的评选的组织 我觉得是非常强的 我们大概有二十位左右的 的评选委员 那这二十位里面大概有三到四位 是诺贝尔奖的人 已经得到诺贝尔奖了 那当然到目前为止都是 我们邀请在国外的 而且诺贝尔奖的人的分布 我们有美国 我们有欧洲 或有以色列 有日本 也分了几个不同地区 大家的背景 有些不太一样 那如果是我们对于有一些 具有权力得奖的 或者是大家非常有肯定的 一些case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二十位还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也会请外面的 这个领域的专家 来给我们意见 得奖的人 会让这个奖项的知名度提升 选对的人 那他的研究工作 对不只对学术界的影响 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会有相当大的冲击 唐奖是非常的成功 而且在短短的十年 就建立他的这个国际地位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 一位有前瞻视野 并大方捐款的企业家 以具创新及执行力的基金会 再加上顶尖独立公正的 评选委员会 以及能孕育世界大奖的社会环境 每块拼图引领着唐奖走过十年 也让创办人以免良的教育初衷 得以持续照亮全世界 近几年新冠疫情笼罩全球 各界都在寻求解放 有不少唐奖得主的研究 也在疫情期间叛上了用场 包括第五届申进医药奖得主 卡塔琳·卡里科 还有德鲁·魏斯曼 以及彼得·库利斯三位科学家 因为他们的开创性研究 才让mRNA疫苗 能够快速问世 而第四届的生计医药得主 案本中三 及查尔斯·迪娜·雷罗 研发的药物 也分别获得 美国FDA紧急授权 及欧洲EMA许特 用于治疗新冠肺炎 第二届生计医药奖得主张峰 则是开发出 可快速检测COVID-19的试剂 历届堂奖得主的贡献 不仅为动荡市局 带来安定的力量 也在各领域实际的 发挥影响力 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 快速在全球蔓延 人类的生命健康 面临重大危机 世界的脚步被打乱 寻找解方 可不容缓 BNT和莫德纳两大药厂 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研发出新冠疫苗 挽救数百万人的性命 而疫苗之所以能快速问世 归功于唐奖 第五届生计医药奖得主的 开创性贡献 卡塔林卡里科 德鲁韦斯曼 及彼得库利斯三位科学家 发现关键的疫苗 学观念和方法 进而成功开发 对抗新冠肺炎的MRNA疫苗 为疫情笼罩的世界 带来颠覆性变革 就那么多人 你可以想想 如果是没有那个疫苗 差几个月里面会死掉 你一定要人体制验 那刚好有这种 疫苗用于新冠肺炎预防 确诊者治疗还得靠药 旁奖第四届生计医药奖得主 案本中三研发药物安挺乐 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紧急授权 另一位得主查尔斯迪纳雷罗 研发阻断戒白素医的生物制剂 也通过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许可 两者都投入COVID-19治疗 新冠肺炎难以防范之后 在于无症状患者也有传染力 如何检测出病毒也是抗疫的关键 唐奖第二届生计医药奖得主张峰 运用CRISPR技术 研发出可快速检测COVID-19的试剂 也获得美国FDA紧急使用授权 并正式开放使用 唐奖得主们的研究 在新冠疫情期间陆续派上用场 伟大贡献造福全世界人类 我们过去当然对于一些 比较重要的疾病的治疗 在医学上说 Mathematically 医学的需求性高的疾病的治疗 我们如果是选的人 在这方面他的贡献很大 这当然对于唐奖 大家对唐奖的认识 会更深刻吧 回顾五届唐奖 其中两届生技医药奖得主 包括为免疫治疗法 带来重大突破的 詹姆斯艾利森和本树佑 及带动基因编辑革命的 伊曼纽夏蓬提耶和珍妮佛道那 都在获颁唐奖后摘下诺贝尔奖 这也让唐奖被视为 诺贝尔奖的前哨指标之一 我们有四位生技医药领域的 唐奖得奖人 在他们得到唐奖四年之后 得到大家最重视的诺贝尔奖 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唐奖的严谨审查评选 最后选出来的这些位 还是被诺贝尔奖认可 可是唐奖先看出来 他们是值得得到这样重要的奖项 而诺贝尔奖要四年以后才 就有四个人都是这样 所以这是很不简单的 可以说唐奖是由先见之明 先天下之选而选 唐奖的选拔不分种族 国籍 性别 统计发现目前33位得主中 女性比例占全体个人得主27% 远超过诺贝尔奖 去做了过去十年来得主的统计 比如说我们有33位得主 来自12个国家六大洲 那其中我们的女性占了 大概接近30个人 这个比例是很高的 诺贝尔奖到现在 女性只有六个人 唐奖兼顾科技与人文 让更多女性得主的贡献得以被看见 像是第五届法治奖得主雪柔宋德斯 不只是一名出色的学者 还是一位勇敢的实践家 致力推动亚太地区的立宪工程 你知不知道 不仅如此我专业做立法 我专业的教育 也会专业的人 专业的教育 如果他们觉得这应该使用 我认为我们很重要 认为 在实行上的经验 以及他们专业的生活 通常是乾淨 比較技術的文章 為動盪事局 帶來安定力量 也為下一代開創未來 成就人類福祉的永續發展 我認為世界各地 人們要為他們的生命一樣 他們要為他們的健康安全和舒適 他們要為他們的孩子們的生活 他們要為健康的環境 他們要為平和平和平 這些是人們的共同願望 所以我認為 健康的發展可以是世界各地共同的 2022年唐獎永續發展獎 頒給經濟學家傑弗瑞薩克斯 他在債務危機 惡性通膨 減少貧窮及對抗人為氣候變遷 等永續發展議題 都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 他自己本人就是 這個SDG的制定跟推動的最重要的成員之一 很多人認為他 提出永續發展這個理念 是真正是真正去推動的一個實踐者 他目前還全世界走來走去 跑來跑去還在推這個事情 各領域人才卓越的成就 透過唐獎榮耀放大影響力 引領世界更美好 為了延伸及推廣得主的影響力 唐獎是第一個提撥部分獎金 贊助得主教育研究計畫的學術大獎 讓得獎人可以進行最長為期五年的研究計畫 中國史學泰斗于英時就在貨頒唐獎漢學獎後 以唐獎提供的1000萬元研究補助費 辦理于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 頒發了新台幣24萬到36萬元 不等的獎金 永續發展教母格羅布倫特蘭夫人 則是將研究補助費的50% 自2016年起連續三年舉辦女性永續發展科學週活動 肯定開放中國家的女性學者 在永續發展研究的優異表現 唐獎注重傳承 透過這樣的模式 讓獎金能夠發揮擴散效應 造就更多的得獎者 在專業領域繼續發光發熱 公請總統頒發獎章 總統總統頒發獎章 總統總統總統頒發獎章 請推薦獎章 中國史學泰斗余英時 2014年獲得第一屆唐獎漢學獎殊榮 當年他親自來台領獎 還出席唐獎週四列活動 讓許多年輕學子得以一窺大師風采 參與學的世界重要性 正在不斷地提高增高 因此作為一種人文研究的專業 他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需要鼓勵和支持 唐獎剛好在這個時候降臨 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余英時是享譽國際的史學大師 以嚴謹博文的治學態度 在中國文化史及思想史都有卓越貢獻 我們又處在一個可以說是全球化的 這個加速前進的一個時代 因此漢學的新動向 也需要 也迫切地需要進一步的發援 所以隨之而來的就是漢學的陣營必須不斷地擴大 我誠懇地希望唐獎可以吸收更多的青年才俊 將新鮮的觀點和見解帶進漢學的世界 在一般獎項對人文學科 意註不多的情況下 唐獎和學獎獨步全球 為了提攜後進 為中華文化投注更多生命力 余英時以唐獎提供的一千萬元研究補助費 委託中研院實語所辦理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 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給副教授以下人要寫成書 專書的時候給他一筆錢這樣 然後把這個書完成這個project 這個研究計畫 另外一個就是給博士班的學生寫他的論文 所以他針對都是年輕而且需要 在這關鍵的時候需要特別的資助 所以他意義很大 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分為專書寫作 與博士論文寫作獎 每屆各選出三名獲獎人 分別頒發新台幣24萬至36萬元獎金 鼓勵年輕學者投入漢學相關研究 我覺得這個獎對我來講特別特別的重要就是說 我所做的這個專業主要是中俄比較文學 那這一塊難免就會去涉及到 這個所謂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問題 那這種比較就是在台灣的學術界是比較少見的 專研中俄比較文學的台灣學者陳湘英 2017年獲頒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專書寫作獎 坦言獎金有如及時雨解決他當年研究經費短缺的問題 當時余英時先生專書寫作獎能夠頒給我呢 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等於說是雪中送炭的一個時刻 他個人人生經歷一定是經歷過 就是說一些困難的時期才有這樣的大公司的精神 明白說這個年輕學者呢 其實剛進入這個學術圈的時候都會有他的困難 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在2015年到2019年 五年間共有198件申請 累積評選出30位博士班學生及年輕學者獲得獎學金 因為人文的獎項一般比起自然科學要少非常的多 所以有這個獎項我想有鼓勵人心的作用 後來得了這個獎寫成專書或學術成果 在事業上各處都有 希望延伸及推廣得主的影響力 唐獎是第一個提播部分獎金 贊助得主教育研究計畫的獎項 讓得主可以進行最長為期五年的研究計畫 目前有25個研究補助計畫已經完成或正在進行中 永續發展教母格羅布倫特蘭夫人 也在貨班堂獎後將研究補助費的50% 從2016年起連續三年舉辦女性永續發展科學週活動 肯定開發中國家的女性學者 在永續發展公共衛生研究的優異表現 這些女性從不同的地方 她們都在自己的國家 在不同的項目的發展和文化 但她們都共有信心 女性在研究上有一個重要的地方 而且她們應該在自己的社會上推廣 布倫特蘭夫人的精神 引領下個世代關注環境保護等議題 不是只是個人的成就 而是那個人要帶動下一代 這個太重要了 因為帶動下一代 才使我們這個永續發展的概念 一直在解決人類的問題 唐獎的能量是希望能夠說 從這個獎勵過去的人裡面 然後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會看到未來的發展 這個是唐獎很重要的使命 唐獎研究補助計畫 讓獎金發揮擴散效應 心火相傳 造就下一個得獎者 今年是唐獎成立十週年 唐獎基金會精心規劃了 唐獎榮耀十週年展 透過互動裝置帶領大眾了解 唐獎得主的學術成就 而唐獎的未來目標 就是希望仿效諾貝爾獎 打造實體數位博物館 將歷屆得主的文獻 以及對其有特殊情感的收藏品 等珍貴的資產 一同納入博物館典藏 並致力於教育推廣 安排得主前進校園演講 舉辦大事論壇 激發年輕人的熱情 讓獎項內孩能潛移默化 落實於學習之中 來自加拿大的路易斯阿爾布爾 1996年接下前南斯拉夫國際戰犯法庭 第二任首席檢察官 他親赴戰爭現場 傾聽人民的聲音 阿爾布爾是國際刑事法庭上 成功起訴國家元首的第一人 一生致力實現司法正義 促進世界和平 他在2016年獲頒唐獎 第二屆法治獎後 將記錄他生涯重要歷程的頓行文章 製贈給唐獎教育基金會 裡面都是他擔任過的職務 還有他畢業的學校 你看這畫得多漂亮 這些就是那個時候的大法官 在2004年的時候送給他的 然後他把這個東西就送給我們 基金會執行長陳振川 介紹歷屆唐獎得主送的收藏品 如數家珍 三十七八年 剛好國共在內戰的時候 所以他到那時候的北京 他到長城沿路去看長城 那邊有國軍在那邊守著 然後跟他講 他說你那邊不能過去 那邊就是中共共產黨 然後地雷七 兩邊是在打仗 那他就把他的經過的歷程 去看那個時候的 中國大陸的情勢 他寫給他母親 人稱西方孔子的迪培禮 研究儒學多年 貨班唐獎第二季漢學獎 他也將過去寫給母親的家書 送給基金會 兩封家書相隔不到一個月 郵票面值從當時貨幣25萬元 標到60萬 呈現出當年的中國 陣縫嚴重的通貨膨脹 別具時代意義 模仿黑猩猩的叫聲 他是唐獎第四屆 永續發展獎得主 珍古德 他在60多年前 首度發現野生猩猩 會製造並使用工具 而當時發現黑猩猩 用來釣食白蚁的樹枝 如今也由基金會珍藏 這些對歷屆唐獎得主 有特殊情感獨一無二的禮物 未來將與他們的研究文獻 影片等珍貴資產 一同納入唐獎博物館典藏 得主他的成就 還有他的這個生命的 成長的這個過程 我們就希望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我們透過出版書籍 出版影片 還有各種資料的蒐集跟整理 然後透過他們的 去跟大家互動 那成立唐獎博物館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目標 透過這些故事 透過這些材料 那其實就一直在豐富我們 這個未來博物館的典藏 3 2 1 請兼裁 2022年 適逢唐獎成立十週年 基金會精心規劃 唐獎榮耀十週年展 透過互動裝置 多媒體影音等寓教娛樂的方式 帶領大眾了解唐獎得主的學術成就 拉近唐獎與民眾之間的距離 我們把我們得主的相關的這些貢獻資料 在那邊直接就跟國人來互動 那個結束以後我們就會移到高雄的科工館 這就是好像也是一個小型的博物館 這樣的一個性質 另外我們也在豐富我們的數位博物館 數位資料典藏化 一起一步一步的往前來發展 那當然希望有一天就跟諾貝爾博物館一樣 為了推廣得主的理念與精神 唐獎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安排得主在生技醫藥的年度盛世 實驗生物學國際組織EBE發表演講 每場都座無虛席 基金會也舉辦大師論壇 促進台灣與國際交流 更進一步邀請得獎人前進校園與學生互動 激發年輕人的熱情 讓獎項內涵能落實於學習之中 能夠勉強他們 能夠解決他們 能夠解決他們 解決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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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是有興趣 但又是有用的 是非常有趣 我認為 PoundPrize 做了一件事 操作的 操作 操作 更多人 看法 也要參考 學習 我認為 在長期 這方面 會賣盡 许多的证据,因为这会引起新的学生 来专业进行科学,成为科学者。 这会引起很多新的发展, 让世界上有更好的影响。 我们看到这几年来,比如说生医, 本来大家都做很多研究, 然后都没有想到跨领域去做一些事情。 但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 经过这些训练之后, 然后他们看到那个领域本来以为没关, 现在就说我主要是跟那个领域结合, 跟企业结合, 我可以是spin off一个company, 创造一个公司。 这一种概念慢慢在年轻人身上形成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非常重要, 是有成效的。 历经十年,尽管唐奖已达阶段性的里程碑, 但面对未来仍步步为营。 像唐奖这样一个国际级的基金会, 它的设置就是永续, 所以它跟一般的公司也是不一样的。 它就是要从长年的角度去设立了一个可长可久的这个机制, 跟组织,还有它的整个财务, 这方面的健全, 让它能够永续的往前走。 台湾的唐奖也是世界的唐奖, 秉持为世界及人类做出贡献的初衷, 继续开创新时代的价值与意义。 时事议题面面观, 全方位深度聚焦。 60分钟将继续带您检视政策, 法官权益。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方彦迪,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